特首林鄭月娥今日表示 民政事務局今日會分批向區議員發出宣誓邀請 目前有211名區議員需要宣誓 將會分4批進行 首批為港島區區議員 所有屬於港島區的現任 仍然在任的區議員 將會在今日稍後收到宣誓儀式的邀請下 當然她也要回覆我們 她是否準備出席宣誓儀式 如果拒絕出席 也等於喪失區議員的資格 林鄭月娥說 區議員要逐一在國旗和區旗下宣誓 並將首場合的相關規定 在宣誓完畢之後 會盡快通知區議員 如有懷疑不能夠完全信納其真誠擁護基本法 會給予答辯機會 再由監製人決定是否信納 現時政府提出的宣誓方案 和早前的消息不太相同 早前有消息指 政府會先拒絕不符合資格的區議員宣誓 也會追討新津 但現時公布的方案 是所有區議員都會收到邀請 然後再去宣誓 如果最後不能夠通過宣誓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就指 會以當天起計 停發新津 沒有提及會追討 如果他們喪失資格 當天起 我們會立即停止發放的籌金 津貼和開支上還的款項 當然如果他們過往有些不符合籌金指印 或者區議會和無關的工作開支 當然這些是不會獲得上還 徐英偉認為宣誓是簡單直接 如果涉及刑事成分 會交由執法機關處理 對 對 谢谢观看